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贵賓大家好 我是NGL 楊富亮 今天非常非常感謝各位 在百忙之中 我想今天很多 都是我們這個 國家在半導體行業 不管是在產業界、學術界的精英代表 柏隆來參加我們最近愛的胡怨寺的 talk 在這裡非常非常的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想我們今天這個會議 這個 presentation 是我們的胡怨寺 那這個題目呢 是冰沸的過去 畫面的這個緣起 那歷史 還有這個未來的這些展望 那這當然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我簡單的開場一下 我想大家都知道 這個 IC是大概從1960年代開始 那時候這個 從一顆電晶體開始 那到現在已經是10GB 就是等於100億顆 那就過去的50年來 這個IC 它基本上都沒有一個太大的變化 就是一個新國 一個單一的這個雜集 然後來控制這個電晶體 那大概在快要跨入這個21世紀 就是從10年前開始 大家就一直在討論 這個IC的這個scanning 這個微小化 可能就已經走到盡頭 那這個走到盡頭 這當然是知識提大 我想現在這個產業 每年是3000億美金 300個Billion 3000億美金的這個產業 那對台灣 尤其是 我想我們的實名院士 也常講 這個IC是台灣的正國之寶 那如果說它不能再繼續微小化 那這個 我想我們包括這個 這個國民生計 通通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胡院士呢 他在 等一下他就會跟大家說明一下 大概在1996開始 那他有這個FINWAY的雛形 那因為有這個FINWAY的這個 這個 從創新到現在 我想在這個同影片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的5月4號 紐約時報 那他在這個特別的一個 highlight的一個報導 那就講到 這個Intel正式的用這個FINWAY的這個技術 然後開始要做這個22奈米以下量產 那也因為有這個FINWAY技術 所以就過去IC產業 這個過去50年來的這個scaling 在未來 我們就有非常強烈的理由來相信 這個後面又可以繼續繼續的再延伸下去 那對我們台灣 對這個全世界 一個3000億美金的這樣一個非常重大的產業 那給指引了我們一個非常明確的未來 那我想這個胡志明院士 剛才這個台積電的這個徐平健處長提醒我 這個他的抬頭不只這幾個 是 那 我們 這個 我想各位如果上網去查的話 那絕對是 到Google去查 絕對是這個 成千上萬的這個information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就不再特別說明 那只是 所以我這裡就只有特別點幾個 點幾件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是 一個是 那最重要的 那第一件就是 胡願士是我們FINWAY的發明人 那他也是極少數有得到這個 美國工程學院院士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跟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那同時在產業界呢 這個胡願士想先獲服務在台積電 那跟 申送也有很多的關係 那另外 他現在還是3Ds的這個董事會的董事 那在2009年 那他得到一個I-341 那這個頂尖最重要的獎項 尼西拉瓦這個MEDO 那另外在今年 他也榮獲美國牙醫工程師 傑出終身成就獎 那我想大家都非常希望 開始來這個 聆聽胡願士的這個演講 那我就 是不是我們再請胡願士 再給胡願士一個熱烈的掌聲 謝謝 謝謝 可以說 謝謝 楊主任 補充理校長好 理智元董事長 各位貴賓 各位教授們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 講的這個題目呢 我想 也許你們都已經聽說到了 5月4號 美國的《紐約時報》 有一個報導 有一個報導 這裡嗎 5月4號《紐約時報》的 有一個報導 說是從今年 一開始 Intel說是要用 Infer 來做 22nm的眼睛體 而且 引用了 Intel的 Source 郭德莫爾說 這個是半導體工業 工藝 四五十年來 最大的一個改變 那麼 《紐約時報》這篇文章呢 又提到 其他工業界人士說 除了FINPLA 除了以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新的電晶體 可能會比FINPLA 更合適 這都不是我說的話 是這個 有個時報裡面引用別人的話 那麼我今天想跟諸位 一樣 把這兩個 原件呢 都 討論一下 因為把它放在一起看呢 我們可以更了解FINPLA 後面的原理是什麼 頂上看的這個圖像呢 就是FINPLA FINPLA 我之所以 為什麼把它叫做FINPLA呢 就是因為它的形狀 像是魚的背脊 就是FIN 像魚的背脊一樣 這片黃的垂直的這一片 Silicon呢 是用Lithography和這個科式的技術把它做成的 那麼在這個FIN的上面放了一層 絕緣體再放Gate material 再Define這個Gate 那就變成一個FINPLA 所以你看到這個Source在後面 Dream在Gate前面 這是FINPLA 下面這個圖呢 就是紐約時報提到的 另外一種新的電晶體 那麼這個電晶體呢 我是在跟FINPLA同時提出來的 我把它叫做UTBSOI UTB就是Ultra Thin Body SOI 那麼為什麼叫Ultra Thin Body呢 因為這個SOI的這個Body的厚度 那一層Silicon的薄膜是非常的薄 只有大概幾個Nm 十幾個Silicon Atom等等 再說明一下為什麼這是必須的 好的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工業界要離開 我們用了很久的MOS transistor的這個構造 為什麼要開始做新的構造呢 我想大家都曉得 我們這個Good old MOSFET 已經有點老太隆重了 我們從左邊的圖來看 它畫的是這個電晶體的電流 和這個VG Gate Voltage的關係 當我們把Voltage變小的時候 我們希望它這個特性就像最底下這條曲線 這條紅線 就是說當VG變小的時候 電流很快的就變得很小 等到VG等於0的時候 那個off current是很小 這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那麼如果是一個長的Long Channel的電晶體 的確就像這個紅線 可是呢 當我們把電晶體 越做越小的時候 它就變成像中間這個黑線 又變成這個藍線 如果再做更小一點 就會變頂上這條紫色的線 那麼我們不常在這個紋線上看到 只是這條線的I-V curve 因為我們看到這條Curve 所以把它丟掉了 不會把它放在紋線上面 但是事實上這個MOSFET 就是在往那個方向走 因為在往那個方向走 當然中間就不停地看到黑線 南線下面還有什麼綠線 就越來越大的問題 就是在這裡 用文字來講呢 我們說是這個substressual swing 就是這條這個線的這個斜率 或者說斜率的inverse 是變得不好了 stressual voltage 也不如我們想像的好 i-off也不好 不但能這樣啊 而且到底有多不好呢 我們都不清楚 因為有一樣事情 就叫做device variation 不同的device都有不同的這個特性 所以到底有多不好呢 也弄不清楚 這樣的話這個design呢 就很難做了 所以再加上呢 這個device variation 還有第二個原因 叫做doping fluctuation random doping fluctuation 這件事我們等等以後再說 那麼因為這個原因啊 所以design呢 會越來越來困難了 我們要用比較高的threshold voltage 用比較高的VDD 所以這個power dissipation呢 也比我們希望的高 我們也要花工夫去做power management 要這個做design for manufacturing 所以design cost也高 那麼並沒有一個黑白很清楚的一條線 說是我們的planar的bulk master 要做到多少nm就做不下去 說實在話 Intel在22nm做呢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也是有一點驚訝 那麼也不是每一個公司覺得是非要在這22nm做不可 但是現在Intel呢決定是值得在這個時候 花投資把新的電晶體的構造做出來 那麼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在看到頻繁應用的原因了 為什麼MOSFET會有我們剛才說明的這些問題 那我想向各位介紹一個很簡單的去看這個問題的辦法 我們看右邊這個圖啊 就是一個MOSFET 上面有一個GATE 下面有SUBSTRATE 左邊是Source 中間是Channel 右邊是Drain 是吧 那麼電流呢 我們都曉得就是Source跟Drain中間有一個電流 這個電子呢 從Source經過Channel流到Drain去 這就是電流 電流能不能流通呢 不想看呢 在Source和Channel中間啊 有沒有一個Potential Barrier 我們叫四類是不是 有沒有這個四類 有這個四類呢 Electron呢 就沒有辦法從Source 經過Channel流到Source 這就是Off-State 沒有這個四類呢 就是On-State Current可以流通 有沒有這個四類 Potential Barrier 在不在那呢 就端看Gate Voltage 我們放一個高的Gate Voltage 把這個經過這個Oxid Capacitance Coupling 叫做CG 那麼就控制了這個四類 把四類就去掉 那麼電流就可以流通了 我們不放一個電壓在Gate上面 就沒有電流了 如果這個Gate length夠長的話 剛才講的這個形容呢 完全正確的 可是我們先想看 如果說我們把這個Channel 越做越短 就像我現在畫的 短到呢 從這個Drain 到Channel裡面 隨便拿一點 距離度很小 那我們就不能夠忽略 Drain跟Channel中間 也有一個電容 是不是 我現在畫了一個電容 平常不太看這個電容 你把它畫上去呢 那就知道 Drain 如果加一個Voltage的話 它也可以經過這個電容 來控制這個Potential Barrier 換句話說 Drain和Gate的功用 是沒有辦法分開了 當這個Channel裡面 變小的時候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會變成 像剛才說 左邊這個紫色的線 就是說 即使我沒有電壓 加在Gate上面 我只要把電壓 加在Drain上面 Drain也可以把這個 Potential Barrier 拉起來 讓電流通過 那我們當然就沒有一個Transistor了 所以最後呢 我們就會變成一個Nonlinear Resistor 這就是基本上這個問題所在 那麼你看到這個說明呢 也許你就會說 那麼解決的辦法呢 好像也是不很困難 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 我們可以把這個Gate Oxide 變得更薄 如果Gate Oxide變得更薄的話 CG變得很大 遠遠大於這個CD的話 不是這個問題就沒有了嗎 這個做法 的確在70年代 80年代 甚至90年代 都還可以用 但是在90年代中期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 這個其實是不能夠長遠做下去的 原因不是因為這個SiO2的Scaling很困難 當然是很困難 有更一個基本的一個原因 我現在請諸位去想像 有一個完美的一個不存在的一個魔術一樣的一個絕緣體 這個絕緣體呢 非常的薄 這個厚度呢是0 因此呢 這個電容啊 這個CG呢 是無窮大的 這個CG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